应付其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圣道礼仪 请大家恭听天主的圣言 功读创世纪 亚当赐了知善恶术的国子后 上主天主呼唤亚当 对他说 你在哪里 亚当回答说 我在乐园里 听到了你的声音 就害怕 因为我侧身肉体 便躲藏起来 天主说 谁告诉了你侧身肉体 莫非你吃了我镜子 你吃的果子吗 亚当说 是你给我做伴的那个女人 给了我那树上的果子 我才吃了 上主天主 于是对女人说 你为什么做了这事 女人回答说 是蛇 轰骗了我 我才吃了 上主天主对蛇说 因你做了这事 你在一切 初心和野兽中 是可咒骂的 你要用肚子爬行 毕生日日刺土 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 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 他的后裔要大碎你的头颅 你要伤害他的脚跟 亚当给自己的妻子 起名叫二娃 因为她是众生的母亲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之城 人们论记你 曾经说了许多光荣的事 天主之城 人们论记你 曾经说了许多光荣的事 上主喜爱自己的宫殿 他建筑在一切圣山上 上主喜爱西雍的城门 胜过雅各伯所有的帐篷 天主之城 人们论记你 曾经说了许多光荣的事 天主之城 人们论记你 曾经说了许多光荣的事 提到西雍 人要称她为母亲 因为人人都在她那里出生 天主之城 人们论记你 曾经说了许多光荣的事 至高者 要确认 上主要在万民户籍上留名 这些人 也都是在她那里出生 人们在歌在舞 高唱 你是我们的家乡 天主之城 人们论记你 曾经说了许多光荣的事 阿里路亚 阿 容福同真玛利亚 我们的主由你诞生 阿 教会的母亲 愿你的圣子的圣神 灼热我们的心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读圣若望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在耶稣的十字架旁 站着她的母亲和她母亲的姐妹 还有克罗帕的妻子 玛利亚和玛利亚 玛达那娜 耶稣看见母亲 又看见她所爱的门徒 站在旁边 就对母亲说 女人 看 你的儿子 然后 又对那门徒说 看 你的母亲 就从那时起 那门徒把她接到自己家里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今天我们庆祝 圣母玛利亚为教会之母的詹礼 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 看见母亲 又看见她所爱的门徒 站在旁边 就对母亲说 女人 看 你的儿子 然后 又对那门徒说 看 你的母亲 这两句话分别表示 主耶稣 把以若望为代表的 整个宗徒的团体 交给圣母 让圣母 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一样照顾 同时 也嘱咐 以若望为代表的 整个宗徒的团体 要忠重圣母玛利亚 因为主 已经立玛利亚为 整个宗徒团体的母亲 而我们知道 教会就是建立在 整个宗徒的团体上的 所以 这就是圣母玛利亚 被称为 教会之母的 其中的一个原因 圣母玛利亚之所以能成为 整个圣教会的母亲 除了主的主妇以外 也是因为 圣母玛利亚她那 卓越的信德和爱德 是我们整个教会的典范 根据圣经中的记载 从耶稣诞生到被钉在十字架上 只有圣母玛利亚一个人 完整地跟随着耶稣 从来没有因为任何的困难 或者迫害而放弃追随耶稣 这就是她对天主的信德 和对耶稣的爱 自从圣母玛利亚 灵魂肉身升天以后 她依然陪伴着教会 在天上为我们继续带导 在教会的各种危机的时刻 她总是会及时地显现 并伸出援手 帮助教会度过难关 继续教会在世的使命 我们天主教的教友 对圣母玛利亚的敬礼 更是热心有加 因为很多人都惊艳到 我们这位天上的母亲 圣母玛利亚为我们转导的力量 使我们更容易从天主那里 获得自己的所需和恩宠 也正是因为我们这种对圣母玛利亚热心的敬礼 引起基督新教中的一些教派的误会 认为天主教是拜圣母玛利亚的教会 不是跟随耶稣的教会 这真是大错特错 对我们极大的误会啊 天主教的教有从来没有将圣母玛利亚当作神去崇拜 只是因为她是我们的主耶稣的母亲 又是我们信德和爱德的模范 所以我们尊重圣母玛利亚 不是拜圣母玛利亚 同时我们敬礼圣母 也是在提醒我们效法圣母玛利亚的榜样 永远坚定不移的去跟随主耶稣 更何况按照人性来讲 我们爱耶稣 难道我们就不能爱圣母玛利亚吗 不能爱耶稣的母亲吗 爱耶稣的母亲就会影响我们爱主耶稣吗 爱圣母玛利亚就是在亵渎主耶稣吗 这两者是冲突的吗 如果是以这样的逻辑 那么我们人与人之间也不需要彼此相爱了 因为只能爱耶稣一个 不能爱其他人 否则就是亵渎主耶稣 可是主耶稣在圣经中却教导我们 要让我们彼此相爱 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其实我们爱圣母 爱圣人们 爱其他人 并不影响我们爱主耶稣 并不减弱我们承认 耶稣是唯一神的真理 反而是在实践耶稣的教导 光荣天主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如果你是一位天主教的教友 你听到今天的分享 请你继续爱圣母 并敬礼圣母玛利亚 因为她是我们的主耶稣的母亲 也是我们天上的母亲 是我们信德和爱德的模范 她一直在天主面前为我们带导 帮助我们更好地去追随主耶稣 如果你不是同时又对我们天主教对圣母的敬礼有所质疑或反对 欢迎到任何一个天主教的教堂前来资讯和了解 减少彼此之间的误会 愿我们天上的母亲也是教会之母 为我们继续带导 增加我们的信德和爱德 使我们坚定不移地跟随主耶稣走成圣的道路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请赞美上主 感谢天主